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金丝法囊画的传承人 现在开设了《本然造物传习馆》 不懂事 怎么不懂事 2019年咱们国家70周年华旦 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本然造物优秀学员作品展》 以此献力 我们学员的作品出了一个核心 就是古代的精髓 现在的穿袭 就是这个理念 金丝法囊画呢 它属于加斯法囊工艺 也是咱们国家600多年的 非以景泰兰工艺的传承与拓展 所用的油料是要经过多变的淘洗 才能够用于做画的 我们要把这些漂浮起来的灰色浆状的液体 凳出去 经过八到九遍的不断淘洗之后 把这些微小的粉尘都排出出去 最终容器中的水变得清澈 并且显现出油料原本的色泽之后 我们再将其装进了颜料管中 这样纯净的油料才能够用于做画的使用 《糊涂的下巴》 前不久我做了两幅作品 选台是美东北宋 twenty-yJones 清律山水千里江山图的两个局部 原本画作当中 山栏的层次是以色彩为分层 线条呢 它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有很大的难点 这就需要对于国画山水的一个理解 通过呢 山栏层次的一个归纳以及总结 把线条进行踢去 与掐丝来说 它结合的是绘画当中的这种线条的变化 那么既然它拓展了绘画的题材 那么它呢 融合了绘画的线条 那比如说线条当中的各种的形体的转折 空间结构的变化 那都是需要一定的研究和考究的 中文均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